的违法白白种 究竟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够达到最佳的保暖效果呢 有日本节目就实测了 来测试的包括了这种双层违法 环扣式的违法 还有领带式的违法 结果发现环扣式违法的效果最佳 可以让体温一口气摄氏提升三度 专家说这种方式密不透风 没有跟外界做热能交换 就能够一直维持温度不降 天气冷嗖嗖后外套帽子 全都穿上身 其中大家最常搭配的保暖小物 非违禁勿书 我只会第二种 我手比较笨 平常都是违 第二种比较多 违禁违法白白种 不过打发不同 预寒效果也有差 日本节目就针对三种违禁违法 双层违法 环扣式违法 领带式违法 进行一连串的试验 在室温仅摄氏十度的环境当中 各维持三十分钟 来观察体温变化 考考民众认为哪一种比较保暖 第一种因为你可以让它的 就是空隙是最小的 然后它是二重 顾名思义它是为两层 所以它的热量三十 应该是最慢的 比较温暖应该是第二个 对 因为我自己平常会这样子围 因为那样比较能够把这个 脖子这个地方围住 应该第二种蛮暖的吧 它是先对折之后 然后围起来 我其实平常都是围 第二种比较多 日本节目最后公布答案 三种违法当中 以环扣式违法的保暖效果最佳 可以直接让体温上升二到三度 而且就连人体视之末梢 都能感觉到明显的升温 中间的这个环扣式违法 就是它比较有点密不透风 它没有跟外界的空气 做热能的交换 所以它就能够一直保持 它的温度这样子 而双层违法和领带式违法 体温的上升幅度 则不到一度 维维经也有学问 可别为错了 保暖效果被解败 记得综合报道哦 谢谢大家